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些在其他地方可以玩的游戏 当然包括香港 在内地可能是问题不能玩的 因为可能会有被拘捕的危机 今天想和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让我们可以知道多些 以免如果你将来回到内地 避免自己是误堕法网 因为究竟这是什么游戏 玩什么会那么严重呢 介绍这个游戏之前先提提大家 今期志愿有礼为大家诚意推介的就是 大自然素食的奶素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 我所有品尝过这一款月饼的朋友 都赞口不绝 特别是喜欢吃榴莲的朋友 原价每盒是268元 现在有早料优惠 特价是198元 再送给你一张 大自然素食现金券 50元 围翻即是每盒月饼 只需要148元 除了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之外 你都可以选择大自然素食自家制的 毛弹五人月饼 每盒原价198元 现在只卖168元 同样都会送给你大自然素食现金券 50元一张 围翻起来即是每盒月饼 118元 不过一定要在8月26日之前购买 售完即止 免得行动 出售的地点和详情 列在以下Description的栏目当中 今天所谓的游戏是什么游戏 就是香港人都非常熟悉的Cosplay 角色扮演 其实不是游戏这么简单 可以说是一种表演艺术 事源是这样的 在江苏苏州市有一个年轻的女孩 近日在当地号称小东京的淮海街头 穿了一件和服在拍照 结果被警察带走了去调查 这个女孩被带走之前还侧问警察 我犯了什么事 结果警察就告诉他 你涉嫌寻人之事 女事主被扣查了超过五个小时 而且他穿着和服 Cosplay的衣服 角色扮演那件衣服 被人没收了 还删除了他的照片 还即时对他要教育一番 这件事就引起了内地网民 两个很极端的争论 在网上流传的影片 大家在YouTube也可以找到的 警员就在多名的治安员陪同之下 对这个在街头穿着和服的女事主说 如果你是穿着看服来拍照 我绝对不会这样说 但你现在穿和服来的 你是中国人来的 不能够穿和服的 那女孩当时就问了 你用不用这么大声对着我在这里叫 警员就说当然可以了 还说这个女孩被带走的理由 就刚刚说过了 涉嫌尋人之事 这个理由真的可以 在什么范围之下才可以应用得到 接着就是YOUKUSU LION 这个女事主就有一个微博的网名 在微博上面她的名字就是 是影子不是本人 事后她表示8月10日 在苏州淮海街的街头那里拍照 穿着的是日本的玉衣cosplay服饰 原意就是想还原下日时光 这个漫画里面 在这里站在等着 章鱼烧的那一幕情景 谁知道在排队等着买这个小食 章鱼烧丸子的时候被警员查问 后来还被警员带走了 女事主还透露她在派出所遇到什么遭遇 她就说警员要求看她的手机 刚刚提过了没收了她这个cosplay的衣服 没收了可以再买过 但最伤的应该就是把她拍下的照片 全部都被删除 我想这一下对她来说是最大的打击 玩cosplay的朋友是非常珍惜和爱护自己的cosplay服装 和拍下的照片 被教育的情况应该都不会太好受 总之一共头头尾尾就花了五个钟 直至到凌晨一点才被她离开 这位女事主最后都是为自己所做的事是道歉的 说自己是不应该不顾民众的情绪 在大街大巷穿着日式服装走 这一件不单是很危险的行为 亦是伤害了民族的情感 事件曝光之后很多内地的网友就认为 如果穿和服都是违法的话 那穿什么衣服都可以扣上成一个罪名 那是不是日式料理店都应该删除她 不让她做生意呢? 又有人说 警察在乱执法 他们根本说不出是哪条法律规定不穿得和服 为什么文化自信都会变成文化自卑 这就是了 中国人只是欺负中国人 在街头有人被打人 警察罐 穿衣服居然有人管 不过这样公道一点 亦有不少人大罵 说大家有什么好吵有什么好争拗 这个女孩的行为就是在伤害民族的感情 如果我自己的女孩是这样做 我一定好好地交换她一餐 自己那么喜欢日本 你就移民去日本 警察做得好做得漂亮 其实那个女事主究竟有没有做错 我们不是在内地生活 真的很难清楚内地同胞 是怎样看这种行为的 不过有些客观的事实 就是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看清楚的 这个女孩拍照的日期 是8月10日 不敏感的 不是任何历史或者政治敏感性的日子 而去做这件事的 那天只是很普通的一天 而拍摄的地点 亦都没有日军在相关的博物馆 或者纪念馆附近的 那里反而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小冬京 叫做大阪街头 那里是淮海街很出名的 女事主穿着的服飾 都只是一般的和服 这件衣服上面 也没有日本君旗之旅的标志 其实cosplay在全世界都相当流行 这个字是和制的英语 就是日本式制造出来的英文 就是costume加play的一个混成词 也叫做cosplay 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一个词类 你一说就知道你说什么了 中文一般会把它翻译为角色扮演 或者叫做扮装 是一种表演艺术的行为 而参与扮装活动的表演者 一般被称呼为cosplayer 或者简称为coser 中文叫做扮装者 角色扮演者 又或者角色扮演员 这位女士正正是一位cosplayer cosplayer通常被视为一种次文化活动 扮演的对象角色一般来自动画、漫画、电子游戏、 轻小说、电影、影集、特别的摄录、偶像团体、 职业历史故事、社会故事 现实世界中具有传奇性的独特的事物 都会有 将它以人化 变成一个形态 也有 或者其他自创的有形角色 方法就是特意要穿着 要带上一些服饰物色加上道具的配搭 化妆、造型、身体、语言等等 来模仿角色 当代cosplayer 为何会这么蓬勃 就是拜ACG产业的发达 ACG即是animation 日本动画、comics、漫画 和games电子游戏 英文第一个字母的缩略字 在1990年代 日本的ACG业界成功举办了 大量的动漫画展和游戏 而业界的人士本来就是为了宣传这些产品 在这些游戏和漫画展里面 找人装扮成为ACG作品当中的角色 来吸引参展的人 这个宣传策略和当初迪士尼开办 迪士尼乐园时 采用的方法都是预出一切 Cosplay的文化就是这样得以发扬光大 当然是藉着很多Cosplay的活动 传媒的介绍 互联网大量的传播等等 令到参与Cosplay的人 是越来越多的 令到Cosplay渐渐得到自己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发展 更厉害的是 有些专门Cosplay的表演艺术的行为 而举行活动也不少 认识有些像化妆舞会 民众也逐渐能够在越来越多的场合 看到一些奇妆异服的人士的出现 已经是变成一体的扮装文化的现象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是没有什么民族情感包括在内 除非你对日本的潮流文化 全部都非常抗拒 那就另作别话了 不过想心一层 即使现在的领导人 他们出席会议或软行外访的时候 他们都不是穿汉服或中国服饰的 是穿西装的 如果用同一个逻辑 是否都应该在这方面检退一下 做一点点 西装之所以叫做西装 就是因为他们是西方的服装 亦都叫做西服 在广义上西装叫做洋服 所以以前做西装的店铺也叫做洋服店 就是泛指西式的正式套装 包括整个西洋服式的体系 西装当然是源自欧洲 现在已经成为国际通行的正式服装 是表示礼貌和尊重场合的一种方式 所以现金社会就算是平民也好 出席婚宴、桑礼、寿宴、 去看歌剧、电影、表演 一些庄重场合的时候都会穿 都会穿上西装 而表示尊重的场合 尊重的表演者 尊重的主人家 虽然是这样 但是如果根据上述 那个女士主的事件 受到处理的逻辑 似乎男士们不应该再穿西装了 我又有好东西介绍给大家了 时间真的过得很快 眨眼而已 很快中秋节又来到了 中秋节就是不能少得月饼这种食物 说个秘密给大家知道 除了当饭后甜品 又或者是下午茶的美点之外 月饼都可以当早餐吃 尤其是今时今日出产的月饼 体积都会比传统的月饼小 讲求的健康程度也较高 大家都可以吃得安心一点 我有两个很好的推介给大家 就是大自然素食出产的两款月饼 第一款是最适合 喜欢吃榴莲的人去享用的 大自然素食的奶素榴莲冰皮月饼 他们采用的都是马来西亚最优质的 猫山狼榴莲做馅料 猫山是马来西亚画museum陰液过来的 意思是什么呢 猫山其实就是果子尼 马来西亚人每张熟透和自然在树上 跌下来又未裂开的榴莲 拿到果子尼面前 让果子尼闻香味来鑑别幽劣 如果果子尼闻完之后很兴奋 就代表榴莲是极品的猫山王榴莲 大自然素食的奶素榴莲冰皮月饼 一盒是有六个的 每盒原价是268元 现在只是卖198元 即是每个都只是33元 比起去茶餐厅吃的早餐更加便宜 而更加重要的是大自然素食的榴莲冰皮月饼 真是一口吃到妈妈都不认得 一口咬下去就好像带你进入仙的一样 入口融化 淡淡榴莲清香令你乐而忘返 每一盒原价268元 现在只是卖198元 的确是物超所值的 有一个调查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根据马来西亚国民大学药学系的研究 榴莲是含有甲 能使血管放松 提高心率 还可以控制发炎性酵素 可以减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同时因为更多氧气被传输到脑内 可以提升人体的认知能力和记忆 降低失智症的病法率 可以吃得开心又可以吃得健康 要买真的要快 如果你从来没有试过吃榴莲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由这一盒大自然素食的榴莲冰皮月饼开始 不过话说话 不是人人都适合吃榴莲的 如果你有糖尿病和心脏病 最好先问问医生 但是不要紧要 我有另外一款大自然素食的出品 可以推介给大家 这个就是大自然素食自家制的全素 毛蛋五人月饼 这款月饼是我吃过最健康 最好吃的素食月饼 五人是一种饭料 用花生仁、芝麻仁、核桃仁、杏仁、瓜子仁 五种材料炒熟后去皮压成碎丁 是含有丰富的坚果 扎实、酥脆 虽然没有蛋的成分 但是吃下去一点都不觉得清寡 大家可以吃得更加安心 鸡蛋的胆固醇问题都可以放在一边 大自然素食自家制的毛蛋五人月饼 一盒是有六个月饼 每盒原价是198元 现在只是卖168元 的确是物超所值 包你吃过翻尋未? 要买真的要快 由即日起到8月26日之前 你购买月饼券的话 随券是会赠送大自然50元糖食现金券一张 受完即止 快点去到大自然素食 位于铜锣环黄金广场 太子此创中心 尖沙咀美丽华商场 荃湾广场 马鞍山新广城 六间分店和和之家素食士多 购买月饼券 记住 随券是会赠送大自然50元糖食现金券一张 不要忘记拿 受完即止 立即行动